台湾孩子设计的一间教室 一,门口装置中国制造安检仪器 孩子都要说我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才能进教室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位似乎是中国籍的陆沛粉红 带着他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出生 孩子来到了台湾捷运上大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好啦,看来你得好好教育一下你的孩子啦 毕竟你说两岸统一 靠你家小台妹了 训练这个两岸统一爱党爱国 要从娃娃抓起 我跟你说,先把这些歌词记守 长大了之后会发现缺什么,唱什么 连我这个台独都会唱来讽刺的 更何况是你们这种身在红旗,长在红旗的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是想要为民主 共产党还一新去中国 他建设人民解关交流 他领导中国走心管理 就建设他们八年度才干涉人民生活 建设了几后更具地道实习民族好处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连我这个臭敌人都会唱了 你们这种挡在春风里的一定要唱 唱得比我更好,知道吗? 我昨天在网路上看到这条影片 是一个小粉我制作的 记得让你家小台妹要进这间学校去读书 台湾爱党爱国 那大家来看一下 台湾孩子设计的一间教室 一,门口装置中国制造安检仪器 孩子都要说我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才能进教室上课 说错了一泡浆气送回家 让父母再教育 二,讲台旁安装大型旋转抽奖机 随机抽一位有爱国情怀的老师上课 每天都给孩子讲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历史 三,请来中国雷神把风间撒出一个洞 将中国母亲和黄河羹将入入 放上多一次麻组 让孩子在中国母亲的怀抱里学习成 四,后方强硬放上超大中国地图 孩子暂停一排背诵中国有多少个整视线 谁背错了观景旁边小黑屋 自我反省反省 你们中国十四亿人 可能不出十万人 可能连一千人都不到 可以背出中国的所有 县、市、乡、里、村 正式不干爹爹在那边搞一银干什么啦 最近日本接连伤害了五次小粉红的感情 每一条都是重罪啊 先带大家来看第一条 一片粉红在日本寄了国际快递要到台湾吧 结果他把国家栏位写 中国发送城市写台湾 结果就寄送出去了啊 结果被日本的快递公司打电话说 你国家要写台湾 你写中国寄不了 过来领推荐 我会让你退回去 你写中国台湾 我也寄不了 所以这个粉红 他就发了小红书说 他已经在台湾问题上努力过了 虽板有容 我在跟他们说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你们去日本机场的时候啊 就每个机党他不是有这种自动领票的机器吗 你去上面按 你去按按按 他的国家的选项有台湾 是跟中共国分开来看的哦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关心台湾的话 不如先关心贵州大火 还烧到部分的广西跟部分的云南 两个多台湾面积大小耶 然后呢 党说灭了 他就灭了 党说他有 他就有了 厉害啊 火都会听党的话啦 你们中国蛮多地方啊 是用这个直升机去湖边 钓个绳子 拉桶子 摇水 去灭火 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了 你们知道 现在有一种飞机叫做灭火飞机吗 去湖里面取水 去河里面取水 这样刷一下 效率是比较高的 我上早查了一下 美国的灭火飞机 有1000架以上 连俄国都有800多架 结果我查了中共国的 找不到 都是零星的资料 我从你们应急管理部门 在2020年开的记者会说什么呢 南中国部署了62架灭火飞机 分布在中国21个不同的省份 那就是平均一个省 你们每个省都比台湾大嘛 只有两台 那2023年 你们国家报道又说 你们跟俄国买了76架 这76架 什么时候到货 或是陆续到货 现在中国到底总计有几台 我找不到 每次要找中国输去的时候 他就不会像美国 像日本 像台湾一样 你上我一直啊 前几页都找得到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你才有可能找到 才有可能 甚至找不到 你还要去拼拼凑凑 这就是中共政府 他不想让你看到 所以他不是在公文上 搞得文络络的 不然就是让你看不懂 数据分散起来 让你找不到资料 中国国土面积 跟人口都比美国大 按理来说 你们的这种灭火飞机 要比美国更多 结果你们的高科技灭火设备 都产出美国 所以为什么才会出现湖北洞雨 共产党员 拿着铲子 还有锅铲 去高速公路上出学 把拍 山火 派出直升机 体统救火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各国GDP 跟中国的GDP 头像分布 中国把最多的钱 放在哪 行政 而教育 医疗 科技 文化 生活 都是最少的 而且少到个位数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国家都 十几二十 起跳 这个跟人口无关 这个是比例的问题 美国人口三亿多 比加拿大的三千万 还多了十倍 但他们之间的分布 其实是差不多了 而我们可以看到 人口多的美国 在行政方面 反而花费的比例 是比加拿大的三%还少 这位数直接跳了七十% 这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中原这片土地上的特色 如果你们有去读 中国这片土地的历史的话 永远都是官员 农员军队 这种比例 花最多 不然就是维稳 一直以来都有这种 三六九等的概念 小粉红当上一个局处首长 当上一个捕快 哇 祖坟冒清烟 光中药主 最夸张的是什么 有一群中国大妈 在山火面前跳广场舞 小粉红 你们不出来谴责一下吗 这是你们同胞 光复国难之际 没有下去捐钱救灾就算了 还在跳舞 影片到这里 先来感谢一下本节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可以确保网路使用的安全 让你或是在外办公室 不用担心被骇客入侵 能够解锁区域限制的娱乐平台 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优好观影体验 简单的操作 一键连线超过100个国家 全球更是超过3200家伺服器 让你到哪都能畅通的使用 想要良好的网路体验 不论是要打游戏 或是看我的直播 只需要VPN就可以做到了 这里也跟大家推荐他们旗下的 Surfshark Antivirus 除了能抵御病毒和临日攻击之外 它还会在恶意软体危害你的设备之前 对其执行实时阻挠 还有摄影镜头保护的功能 防止他人试图存取 现在只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FAM TV 就可以享有新年优惠 订购两年方案 再送3个月的免费使用 如果不满意 还有30天内无条件退款 赶快透过下方资讯栏 来了解一下Surfshark VPN吧 好,我们回馈正题 因为小粉红在东京的捷运站发现 宣传广告上写着各种国家 但是这个广告把台湾给夺利出来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旁边就是中国 结果这个小粉红 他就自己拍照P图 说台湾不存在 打一个叉叉 No 你有本事就直接去破坏看板 不要P图一影 你们跟这段影片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OK,那第三个伤害小粉红感情的 还有日本最近一部动画片 叫做诈骗之王 那他的宣传片上出现了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籍 跟中华民国身份证 跟我们的护照 结果小粉红搬运到了B站 被下架 只好把这个片段全部剪掉 再上传一次成功了 没有被删除 搞笑对不对 你们说过中华民国也是中国 那为什么要删除呢 既然你认为台湾的护照 跟台湾的身份证也是中国的 你们政府核发的 那为什么要删除呢 所以为何你们要崩溃 原来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词里面已经定义了 你们叫做新中国 日本这部动画片的设定 是包含了原创的台湾黑道角色 台北101夜市等等背景 未来上市之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现在释出的是预告片 宣传片 接下来第四个伤害小粉有感情的是 日本国会的图书馆 英文搜尋页面 前几个礼拜被发现 台湾被归类在中共国的一部分 结果遭到抗议之后 日本国会把台湾给夺利出来了 并且承认我们的作业疏失 所以自从是打这个日本的西太后事件 跟英国战争事件之后 小粉在国际上 真的是越来越帮助台湾加分了 感谢你们 最后也是重中之重 台积电在日本熊本场开幕了 小粉崩溃痛骂 我们舔日 奇怪了 我刚片头有说到一个关键的字是什么 北京的中日友好意愿 谁舔日呢 日本在这30年期间 无息贷款给你们中共国 你们的贷款还没有还完 谁舔日了呢 小粉红说台积电卖台 帮助日本 奇怪了 你们不是认为台湾是你大中国的一部分吗 台积电应该是中共国的企业 如果是中共国的企业的话 有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团 还有大支部 所以中国的企业去日本建厂 他会出卖台湾 他会出卖中国 好的 所以台积电制裁自己国家的半导体产业 然后台积电的党委书记 跟你们家的圣上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 太广 抓到谁卖国 然后赶快去中南海打倒身上吧 最后在昨天还有一位新加坡网红 跑到我们台湾高雄直播 途中遇到一位富人 吵他丢鸡蛋 控骂这个新加坡女网红 勾引他老公 结果事后被发现 那位丢鸡蛋的富人 是他同行的友人 男扮女装 可以看得出来 从声音也可以看得出来 男生的骨架 男生的那种体格 然后你穿的这个衣服跟那个拖鞋也是很奇怪 对虽然蓝白脱是我们台湾的特色 但没有人会这样子去搭配的 我真的还没看过 而且那个头发还是假到很夸张 最关键的是他的口音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讲话 对吧 他那个很明显就是马来西欧新加坡的口音 对不对 台湾人然后这样子 然后再看到你购用老公就两个字 破什么的马车 对不对 就直接这样下去了 这个新加坡女网红被以违反设违法 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到公共之安宁给行政罚 而行政罚 他不是行事 他也不会留案底 也不会有前科 顶多是罚三百到三万块台币之间 那对于这个新加坡人来说 这个罚款非常轻 或是拘留一到三天 不得 所以呢 这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绿共 网安小鸡啊 他被这个柬埔寨政府关了两年啊 所以我们这个伟大的台湾政府 绿共绿共 赶快要效仿一下 不然这样真的搭不上绿共这两个词啊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喜欢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吧 小剑的拜